麻煩我最近很酷喔 沒事我最近很健康 剛安捏 有網友說 你跟姚辰耀是黃河 生日節的單手 是 那姚辰耀就是我們SM的老師 網友噴血慘死常呼應 范紹勳變SM專家 姚辰耀是老師 你跑啊 你們在幹嘛 影機模仿飯裡頭的姚辰耀 黃河范紹勳被網友稱為 最難演的反派角色 還是可怕的SM三兄弟喔 白癡喔 放開他 田春藝 他看到 他受傷了 他想去救他 嗯 可是他親手把他救活了之後 然後 眼睜睜的看著他 又等於 我害他又再受苦一次 所以 這導致田春藝在後來 什麼都不敢做 因為他覺得他做什麼事情都錯 我可以拜託你幫我 跟我發說一聲 我很對不起嗎 可是其實最後田春藝跟 雲慧講說 很抱歉讓你看到這些事情 跟聽不到這些事情 為什麼他會講這些話 因為 他看著 姜雨萍 在他面前死掉 自己呼應 對 田春藝知道 看著一個人死掉 是多麼 沉重的事情 像口家夜那一場 吞血的那個 是你的殺心器嗎 是最厚 因為他是用一個很大的幫護 他是一直一直一直噴 可是他真的當下 他驚叫了一聲 啊 他死得好好喔 哈哈哈哈 不是 啊 水 血流出來的時候 會有 會有溫度 看著客家夜的反應 看著警衛的反應 然後我這樣慢慢滑下來的時候 我就看到天花板 然後他還真的有一點感覺 我好像要死掉 因為我前陣子就 然後覺得有點抱歉 就好像沒有什麼 比較平易近人的作品 給媽媽看 讓他交代一下說 欸媽媽我最近很酷喔 沒事 我最近很健康 他說為什麼大家都拍你一些 正正常常帥帥的樣子就好了 為什麼大家都要把你搞得那麼 可怕 哇媽媽 有有 我拍了一個愛情片 有有有 後面有後面有 有一次我記得我在家裡的時候 我媽出去外面買菜 她回家的時候就跟我說 欸 欸 外面 公園巷口 有劇組在拍片耶 我說啊你有去看一下 明明有什麼明星在拍 他說 明星 有什麼好看 我回家看我兒子就好啦 很開心耶 對 然後我當下就覺得就是 喔 謝謝媽媽 媽媽 有趣嗎 這樣才好玩嗎 SAM他們是專門的Couple 他們是一對一對的 講解這有點奇怪 但他們都是 各自有各自他們在滿足的事情 可是在滿足的過程當中 他們也會知道彼此的極限在哪裡 所以他們會有專業的術語 比如說 我現在口渴 我現在口渴 那就代表說他不行了 建立出你自己的愛好 欸沒有 我們在拍的時候就是 咖就是我們的愛好 咖就是愛好 上到我的SF課程耶 小專家 然後BDSM 就是他有分很多很多種 這個邀請要很懂 哈哈哈哈哈 網友說 你應該邀請要跟黃河 這個別人是專業的 是 那 邀請要就是我美朋友們老吃 哈哈哈哈哈 哇 你的胸口這個感覺 你要說Hello嗎 先不要 Hello 你有沒有覺得你始終太慶慘了 很慶慘啊 有點痛耶 那個畫面看起來 康仁哥還說 喔 我覺得你這個喔 一定要有一些蟲在你身上爬 我看起來更慶慘 結果那天收工就是 因為我們躺在地上很久 然後我的背上真的有一隻 這麼大隻的毛毛蟲 我有些朋友問我說 欸 你現在有小孩 然後你在那邊這樣殺別人的小孩 你過去嗎 哈哈哈哈哈 結婚生小孩是一個很大很大的狀態嗎 是 好的是我覺得在我人生的體驗上面 它變得更豐富 比如說上有歌它說 還我女兒這件事情也是 可能那個時候我可能不太能夠理解 我真的很開玩笑說 哈哈你女兒在我褲當你哈哈 但是可能現在如果說真的 我換去上演歌的角色 我真的我 我可以很很肯定 或是很認真地把這個話講 你有跟他講說 啊 其實都愛把就是台戲什麼 就是比較附階到他的心情 他會care嗎 如果是你會care嗎 一定一定都會 所以我覺得 那你要怎麼按摩 哈哈 就是我現在就是放假的時候回去 就是啊 那你還不要去按摩啊 那你定一打一就OK 喔 我很愛一打一耶 而且我女兒現在跟我撒嬌 我就覺得啊 那來來來 你去剪頭髮吧 你去散步就是 你想要 你去剪頭髮吧 你想要 獨處時光 獨處時光 哈哈哈哈哈哈 搔從哪兒子 搔助時光 對 魔法 我 是 有 有